欢迎烧怪news,今天是1月25号 这几天呢,中国的疫情啊,可以说是来势汹汹 很多的城市呢,又开始封城了 在东北吉林省通话市,实行了全面的封闭管理 而且这个封闭管理呢,准备的非常不完善 简单粗暴,造成很多的居民呢,家里面临断粮的危机 在1月24号,吉林省有67个新增病例 有56个是在通话 其实当地政府已经在1月18号的时候宣布全城封锁 除了店铺停止营业,封锁交通以外 一些城区呢,还实行封条管控 就是让家家户户贴封条 让人就待在家里,不让下楼 甚至倒垃圾也不行 截至到1月25号凌晨 通话市一共有240多例感染 从22号开始,通话市东昌区的居民便被贴上封条 每家每户都禁止外出 由社区人员上门配送这个生活物资 人民日报23号还发过微博称 说这个通话将为居民免费提供生活必需配送服务 结果呢,才过了一天 微博下面2000多条评论都是本地人在诉苦 有的说家里已经断粮 有的说呢,到现在啊,已经两天了 没有收到一分菜 说的好听的物资充足在哪里 还有的说家里一共就剩了18根蒜苔 炒了9根,留了9根,万一买的菜再送不到 这个就还只能停两天 还有人晒出了70块钱买的菜 说政府呢,补贴了30 这样听上去好像有很大优惠 其实那40块钱的菜呢 就是两个胡萝卜,两个青椒,两个土豆和一个大白菜 在我的记忆中,这点素菜呢 大概应该不超过10块钱 然后呢,很多居民在微博上求救 有的说呢,关注一下我们吉林通话的问题 丰富之前就封小区很久了 家里都快没有余粮了 民生问题置之不理 社区物业打电话谁也不管 说好的志愿者买菜没有落实 政府说给社区给送菜也没有给送 开通了五六个疫情热线 一个也打不通 希望政府能够采取一个好的对策 大家真的是要撑不住了 还有人说呢,就是希望能够帮帮通话 能够多多转发 明星那点破事 这几天大家知道出了很多的娱乐圈的事情 明星那点破事真不值得天天上热搜 疫情吉林通话需要支援 很多小区都疯了 很多人家吃不上饭了 通话疫情的话题热度反而是一降再降 难道生命真的比不过娱乐圈吗 还有的说通话丰户六天已经断粮了 而且无人问津 打电话也打不通 还有的说 这个我是通话东昌区新站街道居民 整个小区家家户户防盗门全部贴封条 下面有人守着根本出不去 到垃圾也不可以 路上没有人没有车 家里东西快吃完了 楼上的住户每天吃面条半酱 社区打电话不接 封小区之前鸡蛋涨到七块钱一斤 通话的酒店全部被征用隔离 还有的说他是通话居民 已经怀孕八个月了 家里菜现在还有 就是很多天没有吃水果了 没有社区联系过他们 也没有负责的 上次核酸检测的时候 问社区买菜怎么办 他说他们不知道 他们要忙死了 所以这个人他就是没有急事 不打扰别人的情况下 但是因为他是怀孕 所以还是发个微博在求救 刚才说到这个工作人员 也忙的不可开交 确实是的 一线人员现在紧急缺乏 很多人已经极度透支 因为整个通话似乎只有 800名防疫的工作人员 甚至有的防疫人员回到家发现 自己的家都被贴上封条了 他已经进不去了 然后这个现象也引起 中国国内媒体的广泛报道 比如说像凤凰网也转发了一些网民的评论 说我们通话人没有被病毒打倒 现在民生问题得不到解决 被饥饿和基础病所打倒 30万人没有饭吃 年轻人可以喝水度日 年迈的父母何以为生 高血压心脏病 糖尿病 没有日常的药吃 以最卑微的姿态问世人 谁来救我们 还有人呢 还有的媒体记者晒出了 有人向他们求救 说米面都没有了 结果呢 这个媒体记者就反问一句 你当时当初骂过方方吗 结果说对方的电话挂了 非常讽刺 其实呢 现在有人说啊 这个方方 有会有更多人理解方方了啊 当初就不应该骂他 很多人应该醒悟了 其实呢 这两天随着这个联合国世卫组织专家团来调查 现在不仅是就是主流舆论上 不去挺方方或者为他证明 还真的有人再拿方方开刀啊 再骂方方说他二次给外国人递刀 这个中国的有些媒体上还专门有一个 就是也是应该是自媒体吧 视频节目还整整说了十分钟左右 方方现在的书不能出了 文章的合作也都停止了 相当于被这个柔性的封杀 但是现在呢又出了吉林通话这个事情 所以也是非常的讽刺 据一些前中国红十字会的专家说呢 根据以往经验 像通话这种临时的封城措施啊 搞成这样就是缺乏事先的规划 当地居民在没有提前通知的情况下 他没有办法去储备物资粮食造成现在的困难 而他们又是在东北天寒地冻的物资本来就比较缺乏 然后呢这个市政府也没有提前通知 他就是要来一个突然袭击 而且通话这个地方比较偏僻 不像北上广这些城市各种设备物资比较充裕 并且呢中国特别是吉林通话这个地方 救援活动呢是完全由政府部门垄断 政府指挥调派民间团体他不得擅自介入 所以现在的救援人手极度短缺 很多民众只能是自救 那武汉封城已经过去一年了 那按照常理来说 中国政府应该吸取了很多教训 在防疫上应该有很多改观 但是现在看到至少是吉林通话这个地方 没有任何改观 并且比武汉当时可能还要差 当然这个也不能一概而论 各地情况有所不同 比如说上海它就比较人性 连宠物也可以一起隔离 有的地方呢据说宠物要和人分开 要找一个人寄养 否则的话一律就是单独隔离 实际上就没有人喂 相当于让宠物自己饿死 那么中共在过去的一年呢 一直在宣扬自己防疫如何如何得力 基本没干别的事情 其实呢 这种一刀切的蛮干是比较容易做的 那种分情况分地区分严重程度 在灵活监控柔性的监控 人性化的监控 甚至最大程度保障居民自由呢 是非常难的 那这种一刀切蛮干呢 防疫效果是不错 但是副作用也是极其明显 但是有些极其明显的副作用 比如说孕妇啊 像高血压啊 这些一些有基础病的人 你对他们进行一个支援 也是非常容易的 但是在这点上可以看到过去一年了 中共几乎没有丝毫进步 有的地方政府甚至还有退步 这一点呢 连国内媒体 比如财新网都看不下去了 他说呢 2020年新冠疫情突发 初期人们确实遭遇了措手不及 生活物资和医疗物资匮乏 但是一年过去了 却再闻呼救之声 在线应对失措 在疫情依然严峻的情况下 不能不让人惊心 也许呢 这个事件实在太过恶劣 也许呢 涉及到了众多的民生 所以呢 这个事情 他也没有什么政治敏感性 所以央视也介入了 白岩松好像也批评了同化政府 然后1月23号呢 新华社发布一个通告 通报吉林通话14名党员干部因防疫不力被问责 包括通话市卫健委党组书记主任 通话市中心医院党组书记院长王树东 通话市疾控中心党总职书记主任陈卫华 这些呢 都被 有的被党内警告处分 有的被撤销党内职务 在1月24号吉林通话副市长蒋海燕表示道歉 说市民生活物资配送不及时不到位 原因是人力紧缺 市区内原来只有几百名 现在增加到800名志愿者全力为市民配送物资 反而这些撤销党内职务呢 或者党内警告呢 也就是意思一下 这个副市长出来道歉呢 也是背个锅吧 反而这次还好是亡羊补牢 没有酿成大规模的人闹悲剧 那么在其他的城市呢 也有观众来信 说当地的防疫呢 也是比较让人头疼 大家对这个吉林通话这个事情有什么看法 也可以到我的电报群讨论 链接就在节目下方 好我们下个节目再见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可以PayPal微信或比特币打赏 也可以加编辑微信 如果您对本期节目有何看法 也欢迎到我的电报群和个人频道 沈时多视频道 链接在节目下方 沈时多视频道 会有一些独家的感想 回复观众留言 和一些旅行vlog节目 欢迎大家订阅 我的那本书草稿即将完成 近期我将推出正式的众筹节目 欢迎大家关注并支持 谢谢大家